账房当然不需要是巴菲特 但是账务一定要清楚明白 进多少出多少清清楚楚 否则一定会产生财务的黑洞 这个是国家级的灾难 我跟你说 看这些资本不好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总是说够假期 我跟你说 国家要正常第一步 就是选出正常的人 你就会 你不用跟他说什么 多伟大的什么 我没听 听不下去 你不用跟他说什么 我们有什么伟大的理想 你不用跟他说什么 不要账务就好了 这些伟大的理想 我跟你说 看这些资本不好 我跟你说 总是说够假期 我跟你说 国家要正常第一步 就是选出正常的人 你就会 你不用跟他说什么 多伟大的什么 我没听 听不下去 你不用跟他说什么 什么 我们有什么伟大的理想 什么 不要账务就好了 这些伟大的理想 钱要多一点 就是这样 所以老实讲 人家说 你们怎么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对啊 我也在想这么低 但是老实讲 你要照程序什么 就是钱要多一点 就是这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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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